台湾来欧国大战 紧接着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50分 我们再次带您来看到油价持续越涨越高了 目前大涨了将近有四个百分点 最主要是欧盟要祭出对俄罗斯油的禁运令 所以布兰特原油现在已经走高来到 109.15的最新报价 同时我们接着马上要讨论的 当然就是今天晚上的利率决策会议 所以台湾今日最重要最最重要就是 利率决策会议到底会祭出什么样的决策 而这样的决策对后续的资本市场 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等会要沙盘推演 到底有几种剧本未来会怎么走 外资在今天为什么只有小麦6千万 最主要仍然在等待利率决策会议的结果 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来宾 邀请到资人分析室连前吻阿文三 阿观好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阿观好 大家好 以及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冠军操盘手杨云祥 阿观好 大家好 好 赶快请蔡总带我们来分析 利率决策会议应该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外资为什么在今天进出那么小 也就是在等嘛 所以在今天 其实我们先快速看一下它卖什么股票 但是进出很小了 它卖星光金 开发金 大成钢 圆进 玉山金 卖了很多金融股 卖了中钢 合金 华兴 元大金 韩文业 它买了什么呢 我们也快速来念一下 带观众朋友来看 它买超的是台湾50反义 我们担心它还是比较偏空的 另外买了长榮 阳明 连帝 友达 群创 鸿海 远传 大同汉 华航 好 我们先来谈 利率决策会议 在今天大家都预期应该是生粮 但大家担心的不是今天晚上 担心的是生完之后又开始 欧北恭威了 或又开始讲 这个六月份 可能还要再升 而且升息的幅度 可能比五月份还要来得高 所以现在市场预计不排除 六月要升到三 这样的担忧 让昨天的十年级供材质率率 一度飙破三个百分点 不过我们看一下 这个股市都是提前反映 上次三月十五号FOMC的话 股市是先下后上 这是美国的纳斯达克 台湾就跟进了 台湾那一段从三月中旬到三月底 台股是涨了一千点 一千点 不过我们看一下 所以上次是利空出尽大涨千点 利空出尽来解读 不过这一次的话非常复杂 我们看下一个虚极 我觉得明天假如说大概关键 升息两码 缩表的上限是950亿美金 这个是符合预期的 这个就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疫情 好 那会怎么样呢 台股 美股会涨 会涨 但不见得会大涨 所以上次的千点行情会在线吗 我觉得这次会打一点折扣 打折 那最重要的就是当前的物价指数 蔡总 八百点我也可以接受 打折会打几点 八百点已经够了 所以不会涨那么多了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 这一次会分化 为什么会分歧呢 电子股不是所有的电子股 但是我认为部分的电子股 会开高走低 为什么 我们来看电子股类股的一个指数 我讲给各位看 而且我们看月线 请观众看一下 近两三四 现在五月份还不知道 换句话说今年以来 电子的指数已经连跌四个月 我告诉大家 它造成一个空前的现象 这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电子股最庞大的套牢就这一次 那套牢的话 明天涨白点的时候 有人就开始买 会很好 今天其实已经示范演出了 今天盘中一度涨100多点了 但后来就看电子股 有些卖就出现了 就出现了 像6415的CDKY 你可以看到CDKY的 盘中走势 我们来看盘中的走势很明显 开高 其实也没有高 就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 这个是高价的电子 都是这样 表示多头细细还是很脆弱 对 所以明天要提防 我觉得电子股比较安全的 是下个礼拜 是下个礼拜 5月11号 要公布4月的CPI 假如没有高于3月的8.5的话 过关 电子股 电子就有机会 对 真正的反弹会在那个地方 但是基本上对船产有一些解封 为什么 因为等到下一次的FOMC是6月15 所以等于有一个半月的空窗期 这个空窗期 全世界会发生最大的题材 就是开始解封 欧美的解封 所以航运会比较会表现 我们看航运列股的指数 26 对 你可以看 它去年7月出现高点以后 一波 这是V型的一个下沙 但是你看这几个月来 像今年的1 2 3 4 慢慢在电高底部 对 它的月K 观众很明显 低点 越电越高 越电越高 对不对 台会 底部电高 当然 现在只要有点题材就点火 但是会不会我们都看走眼 因为现在10个人 永远都有意料之外的可能 10个人有9个人认为明天立空出境 所以我们来看 10个有9个半的人都认为明天就是生良马 生良马符合预期就立空出境 那万一不是呢 对 万一不如预期呢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鲍尔 鲍尔在上一次3月15号的时候 他出来的那一次的谈话 是相对的温和 也造就了股市的反弹 但后来他谈话就慢慢转为鹰派 所以明天我觉得最大的变数 就是鲍尔 鲍尔假如没有很肯定的拒绝 一次性升三马的话 市场会解读利空 他如果态度很摇摆 对 就不讲清楚 明天两马 但是有人会问 你未来会不会升三马 假如他没有很肯定的拒绝的话 市场立刻解读鹰派 我告诉你 股市就怕这个意外 管它下沙 在尾盘有可能下沙 那假如是美股跌了以后 那一定是跌科技股 那你说明天的台股 就不见得有反弹 甚至本来强势的传产 都会被拖累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鲍尔的谈话 我们什么时候会知道答案呢 明天凌晨两点钟就知道答案了 那么刚才蔡总说了两套剧本 第一套剧本是符合预期 第二套剧本是意料之外 那我们来问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来请教各位 如果是第一套剧本符合预期 明天开高追不追 开高认为要追的给圈请取牌 好 有两票说要追 两票说不要追 来 云霞 云霞给圈 因为手上都没什么股票还不追 你现在手上没什么股票 没什么股票 你讲厉害 那你会追什么股票 电子股 你会追电子股 那你会锁定电子的 锁定Q1 基本上财报不错 财报漂亮的电子股 好 那如果是第二套剧本 意料之外跌破眼镜 那么明天如果开低 那又杀不杀 认为要杀的给插 认为不要杀的 续报的给圈请取牌 认为要杀的给插 所以也是两票差 按了两票圈 好不是三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 在2020年3月 COVID-19那时候很恐慌 标普的500的一个 所谓的本益比 那时候是11.9 现在标普的本益比大概12倍 所以离最低最低的话很接近 所以我觉得杀本的力道会越来越轻 好 所以这个地方你认为 即便明天开低也不要再杀了 我们回到产业界的消息 难道我们的台积电 现在强敌环伺 前有狼后有虎吗 为什么说前有狼后有虎呢 我们先来看狼是谁呢 美日说他们要合作发展 2奈米支撑 不是在叫我们去设厂吗 美国我们也去设了一个厂 日本去设了一个厂 想不到他们两个联合起来 要自己发展2奈米支撑 那为什么说后有虎呢 来死敌三星电子说 我要做3奈米 而且我还预计要在第二季 就要提前量产 超车台积电 所以我们的台积电 现在是强敌环伺吗 阿伯文赛 不过我觉得台积电 今天是稳稳不动 不用怕 所以原则上今天持股价的话 是比较稳定 虽然尾盘是开高总力往下杀 但是它还是蛮稳定的 那联电的话 这种法朔会之后 市场的反应的话是还不错 所以原则上今天股价表现也很好 那世界现金也表现好 但是阿伯文赛 他们现在要联手做2奈米 不会威胁到我们吗 三星说它3奈米要提前量产 是真的吗 我们先来讲一下三星 对 三星说 它3奈米的话 本季度 等于第二季的话就要开始量产 就要离前量产了 那我们台积电的话 本来的计程 议定的话是第三季 大概是快第四季的时候 下半年量产 那2奈米的部分 这两年之后 就2025年才会量产 所以这样看起来它好像 提前我们一个季度 但是每次 这个三星所讲的东西 最后都是一则笑话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先看现状的部分 现状你可以发现 为什么高通的订单会跑台积电 因为在4奈米的部分 之前三星的一个量力是15% 最近比较好是35% 但是重点是经过这么久 才35% 但是台积电已经70% 所以一个所谓的竞争的话 第一个的话是看量力 那你说你现在4奈米量力 才35% 你有可能你的3奈米 现在就开始要量产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推估起来是不太可能 而且重点就是说 一个量力要高的话 其实它的EUV 要整个的一个所谓的机台 等于说你要有武器 要有坦克 要有飞机 你如果整个武器精良的话 你整个的一个所谓的 撒出去的力道会比较强 但实际上 台积电有84台的EUV 三星只有51台 输我们很多 输很多 所以原则上现在的进度各方面 所有的专家都还是认为 台积电的话它是比较领先 而且重点是说 你在研发的过程里面 有可能会遇到很多IP 细致材的问题 那你如果遇到一个问题 你就卡住了 你要去买 如果说你的细致材太少的时候 你会层层卡关 那你可以发现 三星只有7000到1万个 但是台积电有3.5万到3.7万个 所以这三个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台积电技术还是遥遥领先 三星说它3奈米要提前超车台积电 文赛的说法是把它当作笑话一则 那每日联手做二奈米 总不是笑话一则了吧 因为现在美国很多补助 对 其实IPM的技术还不错 家人跟所谓的东京威力科创的设备 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重点 因为你跟他合作 美国的制造成本太高 所以美国在全球在制造产品的 竞争能力比较差 比台湾的成本多了五成以上 所以价格的制造能力比较差 价格竞争力不好 第二个其实美日有心结 以前在1990年的时候 日本是第一大半导体公司 国家它是全球市占机 是造过五成以上 但是为什么会降到10% 现在这么惨 比台湾更别 对 那时候美国就说 你惩罚你 它是百分之百的关税 但是你可以发现 韩国只有0.74 韩国的惩罚关税是0.74 给日本的话是100% 而且日本也有所谓的合并案 每次都给它否决否决否决 而且重点的话是 对它说你这个开放你的进口的话 你的市占力国外的话要20% 所以从那个时候的话 日本就一路跨一路跨 那你想想看 我本来是四战机五成以上大国 让你摸到桌子 现在你要找我合作 对 你等一下惩罚我 等一下什么 你搞得我现在这么惨 你说我现在跟你合作 彼此一定没有互信基础 你一定要当老大 但是问题我技术比你好 那我愿意跟你合作吗 那谁要当老大 其实我觉得过去 他们一直常常常常要合作 所以他们的历史情节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解开 对以前一直有传闻说 他们要合作 没有成功过 心结 那个心结真的很大 好 但我们要回来看股价 我们回来看新闻 在今天有着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讲到台积电 怎么说呢 他说台积电如果跌破五五零 就像龙虾爬山岸 千华尔街的操盘手还说 不要担心 几年后台积电 你会看到千元的台积电 好 振奋人心 那我就在想 为什么说跌破五五零的台积电 是龙虾爬山岸 我就在想 那我知道了 因为龙虾不会上岸 所以一旦台积电跌破五零 他就在告诉你 这是非常难得的 天上掉下的礼物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对 龙虾在水里面 入一得水 他怎么要上岸呢 所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奇迹 这是奇迹 所以台积电破五五零 就像龙虾爬山岸 这是一个奇迹骨架 五个字 越跌越美丽 所以你五百五十块以下的话 就好像龙虾爬山岸 奇迹反而是绝佳的买点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估计也常在谈 好 说台积电未来 五年盈余成长至少12% 今年的税后EPS 估计至少30块 2025年台积电EPS挑战 51块8毛4 他算过了 所以如果给予20倍的本益比 目标价就会突破千元 所以他认为 其实台积电到2025年 有机会看到千元的股价 对 今年台积电大概30块 明年35块 后年估大概43块到44块 所以2025年要估51块的话 机会真的是非常高 好 那我们回来看股价 龙虾爬山岸 来 我们先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就在龙虾爬山岸了 不是吗 534跌破550了 对 我觉得现在的氛围的话 卖压的话是越来越轻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说真的 问题是它涨不涨呢 对 所以原则上我是觉得说 还是要 因为最近的话AMD大涨 AMD它输出了一个重点 AMD 这个重点的话 我觉得对台积电是非常非常棒 AMD今年的营收 本来成长是31% 所以它财报好得不得了 它估计多少 它把它调高到60% 本来预估是31% 那你想想看它这些订单 都要给谁 给台积电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的订单 会增加很多 因为它量很大 那个这个毛利 从AMD看到台积电 对… 而且重点是今年你可以发现 营端像微软的营端成长46% Google营端成长58% Amazon的营端成长37% 这些都是AMD的订单 这个大幅成长 而且利润都很高 这个叫HPC 叫高音算的晶片 这个给台积电的话 我觉得它的一个营收 跟营与的部分的话 有调高的可能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AMD 在刚刚少早我们看到AMD 在盘前的表现非常好 好 来 现在涨了5.67% 刚刚一度大涨超过6个百分点 所以可以想见AMD的财报 在今天晚上应该会威力无穷 对… AMD如果涨的话 对国内宅版股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个股 会激励哪些个股 在明天有所表现呢 第一个的话是HPC 就是高音算的 因为它主要是高音算的 定量比较多 那高音算像创意 你可以发现 这段时间反弹上来 很多股票反弹没什么力量 就是力道都不是那么够 但是你可以发现 创意反弹力道最够 所以AMD大涨会激励创意 那载版也会受到激励 对…因为高音算的话 它的面积要比较大 而且厚度要比较高 所以对欣欣的话也见得好 AMD也一直来跟欣欣 抢它载版的一个订单 所以这个的话 应该受费比较高 那资源的话 因为营收调高到六成 有可能调高继续调高 所以这些的话 我觉得对所谓的AMD的话 都有受费 好 但是在半导体里头 也有特别提醒 比较危险的股票 技术片线型比较弱的 我们也请 文塞帮我们提醒一下 因为金豪科 重点的话是 第一季财报不好 第一季财报跟去年第四季 毛利衰退6.65 这幅度太大 而且第二季的预估 比去年同期还衰退两成 所以变成它的财报是比较差 那联勇的话 因为这两天的研究报告 一直认为它的价格会跌 那艾福以前 它的获利都四块五块 但是这一次财报只有三块多 所以这个衰退大概25% 所以这个财报比较不好的 或者是有下跌压力的 还是要小心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跌破550的台积电 就如同龙虾爬上岸吗 各位是不是也认为 跌破550以下的台积电 非常诱人 越跌越美丽 各位怎么看 可以在这个位置做多吗 请举牌 任何可以做多的给圈 好 我们三票圈 一票在中间 蔡总为什么给中间 要准备钱很多 我看你可能要长期看上 一两年 可是550以下 是不是已经来到一个 对 可以 但是你要准备 一两年的子弹 一两年的子弹 就是你要有报长期的打算 好 我们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其实在今天盘面 第一季财报优的个股表现不错 开始在反映财报力多了 像富鼎公道的涨停板 润态集团的润态新 润态拳 双双创新高 所以我们请云香带我们来看 刚刚你说 如果明天买 你会买电子股 而且买第一季财报亮丽的电子股 那你可以看 富鼎今天一开盘就锁涨停 为什么 一开盘就开涨停板 它只有8亿 它第一季毛利率38%是传销新高 EPS3.5.3 公共第一季就超过去年上半年 它的毛利基本上是从百分之二十几 拉升到百分之三十八 将近四十八 对 所以它的这个EPS来讲 跟去年的第一季是两百五十八 对 所以像这次富鼎 基本上今天是喷 那新唐的话基本上也一样 就是说你可以看它 大概第一季是两块八七 那比去年的第一季是零点七元 所以它也是喷了大概百分之三百四的 一个年增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说 确实第一季如果是 它是这个很明显的财报非常好 那同时像新唐这种 它已经股价已经跌破过 它从几乎两百块跌下来以后 到这个一百五十几块 基本上对它来讲 也是一个跌升的一个优势 但是云先生我们知道 很多财报一公布之后 经常会利夺出金 因为总是有人先知道 好 最后就先卡位了 等我们知道 我们看播出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们能不能领先掌握到 第一季会公布出 漂亮数字的客户 然后在它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领先去卡位呢 对 没有错 这是可以的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 会去估算一下 教我们一下 因为基本上月报会先出来 对不对 所以像如果是月报一 二 三月 那基本上会在四月的十号 你就会知道 第一季有多少营收 对 但你不知道EPS数字 它最晚可以到五月中才公布 那我要怎么先知道呢 所以你可以看 比如说我们用新唐一个例子 你教我们怎么算 对 那新唐你可以看 就是说 其实我自己来讲 在新唐在四月初 我就估算说 它大概是到两块六 两块七左右 那出来是两块八级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估 第一个你可以看 这营收刚刚讲说 营收数字是大概四月十号 对 我们会先知道营收 对 营收出来后 我们先讲营收漂亮的 对 那营收出来后你发现说 它跟过去一年的营收位置来讲 它高点的位置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可以去估算说 至少它如果这一支 一般电子股它的毛利 都大概可以估算得出来 所以如果过去这个毛利的行为 你会发现它毛利是一直在增长 这是有涨价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用最近一个什么 最高的一个所谓的毛利的位置 然后它会有一个 这是毛利 这里是毛利 毛利出来以后 你看毛利它是都 一直在增长 然后营业率也一直在增长 代表它有涨价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都是公开资讯 所以税后经历率已经都出来了 我可以成这个数字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是去年我们先找到 它的毛利都表现稳定 而且是成长的 它的营收表现也很好的 你先筛选出好的股票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税后净利率 那么最后一个季度 去年第四季的税后净利率 这是公开资讯 假设你知道是10.48 这个税后净利率我们就拿来算了 我们把它的营收 营收107亿就知道了 这是第一季的营收 你就把三个月份加起来 对 那这个数字可以带下来 好 再重义它的10.48% 你就会算出 它到底会赚多少钱 算出来它赚42亿 没有 它赚这个大概是11亿多 12亿 10 这个是股本 它的股本 对 它赚的钱再去除以它的股本 那就会算出它的EPS是2.67 对 可是它出来2.87 就出来数字是2.87 对 我们用这样子来估 这个所谓的零通 零通 因为它们两个基本上是很接近 那也零通的数字 你看 我们就可以看说 它第四季 第一季 好 我们看营收一样是承扎 对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毛利 一样是承扎 承扎 对 那我们就抓出它的税后几率 所以比较贴近高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选第四季 它的营收 它上一季营收是下来的 所以我们就会接近它 最接近的营收位置 所以最近营收位置在去年的第三季 这个落点 所以我就用大概这个落点 去估它的税后几率 你去找第一季的营收 比较接近的 对 那它比较第一季的营收 因为已经知道 我们会算出来 它比较接近去年第三季 所以你用去年第三季的 税后几率来算 好 所以把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乘以它的税后几率率 除以它的股本 得到1块9毛4 所以它第一季的EPS的预估 1块9毛4 对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如果已经要来估法来看 你看就可以看说 股价当然是知道的 然后第一季公告它知道 这个不知道我已经大概估出来 因为估算出来是1块9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估出来 你可以算 因为以新唐来讲 它对于去年第四季来讲 其实它的成长空间 还算不大对不对 可是我们就可以估算说 如果这个1块9四 真的被你估出来 那比第四季来讲 是来大幅增长 对去年第一季来讲 也是成长了百分之两百多 所以以这样来讲就是说 就可以用过去 过去四个季度的本益比 来估算 所以估出来它只有十倍的一个本益比 所以是这样估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说 这两个舞就值得留意了 对 值得留意 那如果从日K线角度来看 那日K来讲 今天也是一个刚发动的位置 然后它刚好在一个月季半年线 刚好这个所谓的纠结的位置上 所以加上说 最近这样的行为来讲 罚了也开始买了 所以我这个可以注意下来 好 所以给你鱼吃不如给你吊肝 我们在今天学会了怎么样去领先计算 第一季财报 那当然后续第二季第三季都可以这样 事先先算好之后 如果有跌的时候 你知道未来财报很好 可以领先去卡位 好 我们回到产业界的消息 在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苹果iPhone出货会不会出状况 因为在今天又传出一个城市封城 而这个城市跟苹果iPhone的组装息息相关 这是很重要的下期 都很重要的下期 今天传出郑州 从今天开始要封城一个礼拜 当然又开始抢物资了 不过除了抢物资之外 我们最担心的应该是 郑州其实有个最大的厂 叫做富士康 应该是郑州最大的厂 这个厂组装的iPhone 占全世界出货量的一半 那么一旦封城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iPhone的出货呢 郑州封城一周 我们看一下瓶盖骨淡定 但是物流喷出 中贵甚至拉到涨停 决信拉到涨停 我们要告诉大家其中的道理 但是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 最关注的是富士康 富士康它目前是可以避还生产 什么叫避还生产 员工点对点的一个接驳 然后无确诊 你要确定无确诊 你就才可以进入了工厂 我就从宿舍到工厂 这中间我不能乱跑对不对 不能乱跑 所以基本上目前生产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现在苹果是超前部署 今年秋天要iPhone14 要用台积电4奈米的A16 所以现在富士康不仅没有什么 人员的这个短缺 还要怎么样 炸烧工 要炸烧工 人没有多出来 大烧工 奖金多了三成 另外一个iPhone13的Pro 这个是旧型的 也卖得很好 第二季的产量要增加1000万支 但是为什么郑州厂不能停 几个理由 全球一半的iPhone从这地方生产出来 他每天生产50万支 一年1.5亿支 每天生产50万支 你让他停下来的话 那糟糕 所以他的员工三个厂 员工高达30万人 还不止 很多以前出去的富士康的员工 在这个附近开启餐厅 所以带动那个区域的人口 100万人 所以他的员工是30万人 但是周边带动的人口 是高达100万人 对啊 郑州以前是很穷的 对 这个富士康占了整个郑州的进出口 是81% 你让他停 郑州这么大的都市 GDP就萎缩了 所以不能停 但是我们看一下 瓶盖骨的六宫格 鸿海还好 没什么叮当 所以他其实还在生产 他没有影响到他的生产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 像大立光 星星 真顶KY 另外这些知名重要的瓶盖骨 今天的股价还好 那样消息很紧张 股价很淡定 问题不在生产 问题在物流 物流 现在中国百大的城市 一共87个不同程度的一个管制 封城 所以现在你知道 高速公路上面最稀缺的物质 给各位拆 货车 货车是稀缺物质啊 对 最抢手的是司机 为什么 现在我们来说上海流通的这个货车 大概是封城以前的只有两成 那司机抢手到什么程度 司机48个小时 要具备这个两码一证 什么两码 第一个核酸检测的证明 PCR的证明 再过来健康码 再过来通行证 但是你每出一趟车回来 从外地回来 就再隔离14小时 所以 所以你那个PCR很可能很快就过期了 我隔离完再出车 我又要再验一次 因为一位辽宁的卡车司机 他带着卡车去旅行 他一趟车1800公里 他说受不了 每到一个城市每一个检查站 搓一次鼻子 搓一次 搓一次 然后他跑上海到昆山 原本只要3小时 你知道拖到多久 给各位猜 48小时 原本3小时的车程 上海到昆山没有很长的距离 要拖48小时 那汇用要不要增加 要 一趟的汇用1.5万美金 什么概念 比空运还贵 1.5万美金 所以用货车载比坐飞机还贵 对 现在我们看一下 台北回郑州变6倍 本来一公 现在一公斤是300块到400块的台币 比台湾飞欧洲一公斤是200块更贵 问题飞欧洲13个小时 飞郑州只要3 4个小时 那飞3 4小时的运费 竟然高过飞欧洲的6倍 那你就知道这个运价长得下 所以现在货在路 天上和路上绕来绕去 路上天上绕来绕去 我们就举这个图 是什么意思 以前台湾直接到郑州 飞机就过去 现在滑航停 就不飞了是不是 不飞 那我现在怎么飞 我还是要送货过去 我先飞到香港 香港再从内陆的路运 这样过这么长的距离 到郑州 我问你 那货用要不要增加 当然 当然增加 那到上海据说也是绕来绕去 对啊 上海一样 要先到厦门或广州 对不对 然后才能够进上海 对啊 这个距离都很远 这种成本都增加 难怪今天的路运股涨翻了 我要告诉大家 再回想一下去年 常事轮卡在苏伊士印河 所以不是人在窘途 是货或船在窘途 所以今天的结讯 一早就攻到掌停板 对 所以重点来讲 只要货在窘途 一定忽康什么 忽康在航运运输的这些 不管是海运空运 陆运这些运的都会受贿 所以封城一天 陆运就乱一天 乱一天 所以你可以看这些股票 那当然决心它本身的财报 有影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航 昨天我们讲过煤炭 现在全球都在抢煤 所以中航的船舶 都是海甲型的 今天很快的涨停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明天个重头戏 在2637的会洋KY 我们看一下K线 因为它今天公布4月的营收 意外的历史新高 4月营收历史新高 对 那一个月的EPS是1.8 那它今天的收盘已经是百年好 逼近前波高点 对 而且事实上以收盘来讲 就最高 盘中最高是107 所以它这个V型盘转 明天突破的话 我们预计它会对一些比较低价的 各位观众可以自己看 那个低价的散装轮 20块 30块 40块 全部会被激励来带动 我们讲到了这一个真正的重头戏 还是2603的长龙 长龙今天的股价趋势涨 现在我们看到 因为马斯基刚才已经发布了 这个DG的财报 扣掉了 虽然表面上获利衰退 但是因为退出俄罗斯 减了7亿美金 把它加回去它创历史新高 所以马斯基的股价 现在又要上涨 长龙已经突破前高 这里也形成了一个V型反转 那只要量 量还不太大 量况大的话 应该就有办法挑战高点 好 台湾的iPhone 来谈谈Apple Car 更值得关注的是 Apple Car终于要来了 现在特斯拉蛮紧张的 准备要迎战苹果车 怎么迎战苹果车呢 据说特斯拉准备要在上海 再开第二工厂 我们知道上海的超级工厂 被称为是奇迹式的工厂 现在还要再开另外一个奇迹式的工厂 要迎战Apple Car 其实不只Apple Car的旋风来 特斯拉是全面迎战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看到车店股 好像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迎接车店的盛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谈一下特斯拉上海这个第二座工厂 第二座工厂一出来以后 预计再增添45万辆 其实如果这样加起来的话 可能整个上海两座厂 可以年产100万辆 可以年产100万辆 其实在原本的上海一厂 其实就已经年产48万辆 等于是把去年 超过一半的产能 都在这边完成 那这个工厂厲害的 新的这个二厂 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我们今天进去参观 一个人都看不到 据说他38到44秒就铲出一辆车 没错 没错 就是当我们一闪神 他妈一台车 啪在我们前面就出现 38秒钟 对 38秒钟 就一台车 这个我们开一下 停机一下啪 他又一台车又跑出来 你就说我们喝个水啪 你车子不要坐那么快可以吗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 你怎么又一辆了这样 这种感觉 所以他造车的速度非常的快 当然跟他的一体成型的促造的一个功能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也是马斯克引以为傲的 就是 那问题是Apple Car 我们相信他将来也一定是自动化 一体化的生产 Apple Car来势汹汹的 这次他挖角了一个 有31年经验的福特高管 对 因为原本我们一直以为 这个Apple Car是不是 消身力机是不是不做了 但他现在挖的这个老匠 是非常厉害的 在福特待了31年 我们从大家所收集到的资讯 其实发现车子应该很快能够上市 我们预计应该看得到 因为我们从这个渲染图来看 这个车的外形其实也非常的吸睛 第一个 车子大半都是玻璃 然后你看车顶也好 窗框也好 都没有铁架 都没有铁架 然后你会看到 这个轮框上面 有沒有 苹果的logo 更有趣的是 那个门把 那个门把是什么 娟姐 你如果你是iPhone手机 对不对 其实就是那个iPhone手机的开关 iPhone手机的开关 对 所以你在按门的时候 很像在开电脑的感觉 或是开手机的感 开关的感觉 然后你的手机就是你的车子的钥匙 然后我看到方向盘上 也有一个手机 对不对 没错 有一个平板 未来你的手机就是你的钥匙 那你看内部 手机是钥匙 手机就是你车子钥匙 然后当然整个内装方形的 这个方向盘之外 你看整个延长的 这个触控的一个面板 萤幕啊 其实它这个设计 当然也有一点点 仿这个Canon这个车子 因为你看它 里面其实就是你的椅子 可以旋转 然后很舒服 家人可以对坐 这个未来 其实就是它的内装 好 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可以想见未来就是 苹果和特斯拉的对决 谁会是电动车王者呢 我们画一个问号 但股价在他们对决之前 可能就要往上攻坚了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宏家军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宏家军里面也有接特斯拉的 今天最强的是政达 是政达 政达在今天一早亮灯 好 他是做他什么 3D玻璃啊 3D玻璃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K线 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它会拉到 刚才盘中一口气拉到掌停板 当然它股价跌很深 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没有赚钱 但我们刚才看到不是它的车子 很多都是玻璃的 对 甚至包括什么C B柱 C柱 未来可能都是玻璃 再加上它 你要做太阳能 太阳能板 或者说你要 就都得靠它 都靠它 所以它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强 的一个展现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 它目前还是亏损的 所以到底 什么时候真正的投入 然后能够让它转亏为益 我觉得那才是进场的关键 那洪家军可能会是Apple Car的组装厂 以及零件供应商 零件供应商 它应该是会最受惠 这里头整个集团你会选谁 好 当然洪海我们都讲过 我不多说了 我们就来看广语 为什么我要讲广语 基本上如果 因为我们目前要进场 要操作 当然还是要先看到实质的获利 虽然它的股价的表现 其实目前看起来不怎么样 可是以它目前年纪 都有赚到0.5块来讲 当然目前大概赚2块钱 那未来又有机会 打入苹果供应链 目前又有过例 苹果车供应链 对 苹果车供应链 然后目前本一比又还比高 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 我们下期谈访 每天看起来 片子 如此 均地